馬上帶您來關心 桃園自貿區移工到西堤用餐確診 晚間擴大篩檢又新增60例陽性 累積66例確診 這起群聚案的源頭是有兩名移工 曾在1月9號到西堤用餐確診 之後職場又增加4人染疫 由於用餐的兩名移工沒有食連治 確診疫調後才發現兩人 曾前往西堤用餐 但已經延遲12天 緊急針對該公司1000多人進行採檢 今天晚間採檢了105人 其中有60人陽性 加上白天記者會公布的6例 累積66人確診 另外有675人陰性 270人檢驗結果尚未出爐 相關疫調資料持續進行中 將在明天的下午記者會上統一說明